左宗堂出征新疆的时候路过一个棋部 上面写着天下第一 说的是这个老头棋数非常高超 打遍天下无敌手 左宗堂自己也很喜欢下这个围棋 他就不服 他想挑战一下这个老头 以后跟老头下了三盘 老头三战结束 左宗堂就这个老头说 你这人棋数也敢说天下第一 你赶紧把这个牌匾给摘下来 如果我班次回草的时候 你这个牌匾还在的话 我就把那个店铺给砸了 等这个左宗堂打赢了 有个班次回草 再次路过这个棋铺 发现这个天下第一还在 左宗堂就很生气 说你为什么喊挂着呢 你已经输了还挂着这里 老头就说那我们再来下几局 于是他们又下了三盘 这一次左宗堂是三战结拜 左宗堂就很好奇 为什么你的棋艺前后差别如此之大呢 这老头就说 你开始出征的时候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你的乐器 我不能因为梳洗这个事情 做了你这个军威 所以如今你班次回草的话 我就要展示我真实的水平了 这一校左宗堂是不得不佩服 当然这一栋故事 有可能是杜眷的 但这个有可能是杜眷的故事 却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哲理 这是聪明跟智慧的差别 就是恩公智能 他只知道赢 他从来不会考虑自己怎么输 他只有一个方向 那智慧是什么 智慧就是能进能退 能胜能败 我觉得这个老头 在下棋这件事情 跟这个阿法狗 就充分地说明了 聪明跟智慧之间的差别 今天我给大家聊的这本道德经 就是一本智慧圣书 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有三本书是不得不读的 第一本就是老子道德经 第二本孔子的冷遇 第三本就是慧能大使的六章坦记 这三本书的作者 被称之为东方三圣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道德经 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书 其实它包含了人性的全部智慧 我经常说 我们讲了影响力 讲了乌火之重 讲了思考快与慢 讲了这些西方心理学的 这些经典著作 但是在道德经里面 其实都说过 西方人只是证明了道德经的厉害 道德经对人性的洞察 已经到了如何澄清的境界 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一本书 对人性的洞察超过了道德经 很多人把道德经看成兵法圣书 可以治国理家 成功保莲 还养生 但道德经这本书影响了最大的 还是道家自己的体系 所以他们基本上分了三个体系 第一个就是庄子这一派的 最后发生成为玄学 还有鬼谷子这一派的 鬼谷子就把道德经里面 关于人性的这些特性 变成了经世自用之学 所以他培养了很多学生 都非常有淑秦 张仪 庞涓 孙斌 这些都是他的学生 都是一石之雄 可以说淑秦 张仪 都是拨弄战国风云几十年的人 整个上国这些群雄 都是受着两个人的掌控 当然还有一派就是养朱这一派的 养朱学派就把道德经 变成一个养生的这个学派 所以很多人把道德经看得 是养生的 都有 但今天我们主要的还是 承熄着这种 今世之用这一派的 就怎样从道德经里 吸取我们做人做事的一些智慧